卧槽,真的是跟炒股票一样 一小时要打开看一次 表示从没这么关心过一部电影的票房 这想必是最近不少风神隐迷的常态 感觉已经中了风神的剧毒 这后劲也太大了吧 每天都在担心文太氏没办法班师回朝 急着上12306给他抢票 每天都在担心 太子英交的头第二步能不能接回去 看到票房每过一天才涨低 不少网友大呼这上涨速度也太慢 赶紧安利身边的朋友到电影院观看 请一定要相信自来水大军的力量 甚至不少影迷为了给票房助力 走进影院二刷到三刷 可恶的是你不看就算了 网上还有一大波黑粉在飞这部电影 好不容易出了这样一部国产神话史世纪大片 这么好看的国民神话电影不该去看一看吗 你就不打算走进影院支持一波吗 人家老外的欧美大片很多人就知道力跑 自己家的国产神话片就使劲拉财 甚至说到一无是处是烂片 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不少影迷表示每天都在大战黑粉 见一个对一个 甚至不惜拉上身边的人一起围攻 见证了什么叫人多力量大 目前《风神》第一部豆瓣评分7.8分 这个分数确实是实至名归 在票房上面目前累计破14亿 但这个数字对于《风神》第一部来说 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 毕竟这部电影投资30亿 导演乌尔善声称如果电影没有回本 那大家就很难看到第二部第三部了 以至于不少影迷都建议导演 把网名改成U23 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出握 Terre 很多人没去电影院前 都在吐槽这部片是烂片 除了一部分人是纯粹大黑 还有一部分人受之前 太多国产神话烂片影响 以至于对这类神话电影失去了信心 比如之前大咖云集的《风神传奇》 把东方神话被拍成了西方魔幻 各种狗血剧情 让不少观众拉低了对国产神话电影的期待值 甚至有人会以为《风神》第一部 是当初《风神传奇》的续集 虽然《风神》第一部算不上优秀的大片 可也不至于像很多黑子说的那样是烂片 瑕不掩瑜 国人对神话片本身就有较高要求 想拍好神话电影难度相当大 因此很少有导演敢去触碰这类型 小五对沃尔善导演还是很崇拜的 我愿意花十年八年做出一个电影 来呈现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和对这些人物的塑造 我觉得想找到我来自于自身的真实的东西 才有动力去完成这么漫长的工作 一个曾经拍过画皮 还有《寻龙爵》的导演 擅长奇幻类史诗类风格的电影 在2017年到2020年 出了像《无精的战狼》等不少口碑炸裂的电影 而他这段时间 沃尔善不选择拍摄其他类型电影赚快钱 反而投资30亿从2018年到2020年 这三年时间拍摄了《风神》三部曲 可见沃尔善导演是真的 对国产神话片那份执着 宁愿背负这部电影不回本 偿还十年债务的压力 也要让大家看到这部《风神》 不得不佩服沃尔善导演 希望他能被观众看到 但是如果达不到我们来的预期的话 可能第二和第三可能都比较困难了 我自己可以承受任何的结果 以为让这部电影真正的出现 意义远远大于它的风险 只是为团队有些惋惜 愧虑大家对我的信任